现在年轻人最惨的不是没有钱 是对钱没概念了 点一次外卖可以买一只鸡 在外面吃一次火锅的钱 买柴米油盐够全家吃半个月 一杯奶茶约等于30个鸡蛋 打一次车可以坐一个月公交 买包中华可以煮三斤排骨 一部最新款的苹果pro手机 一万多 空调洗衣机冰箱味薄炉全都能买 对钱没概念真的太可怕了 我感觉这几年我失去了一套房 普通机场1号航站楼晚上9点半 看一下这个国际到达接站港 只有这么点 就基本很少有航班军 我操看这树倒的我就服了 我靠这船倒完了 这树是不是不太熟了 赶紧往这边走 去那几个城市逛了逛 我发现现在的实体店生意越来越差 这几个月我逛了好几个城市 无论走到哪个城市 都感觉人气特别的低 除了景点高一些 你像那些实体店真的是没有什么人气 我是个特别爱逛商场的人 武汉 南京 南昌 广州这些商场说句实话 我全逛了 当时里面都是空空荡荡 根本没什么人气要飞 一路上的实体店我也逛了好多 也一个样 广州是全国批发市场 我甭以为广州要好一些 可是我来广州一个月 我发现广州一些实体店也是特别的萧条 之前逛的广州的那个地下商场就更别说了 我觉得那里面一天能卖掉一件一副 也是算用戏好了 我在想这样是下去实体店还能坚持多久 造成这样的原因了 我觉得有两点 第一就是现在的网购越来越变捷 很多人不想出门 一些人宁愿吃外卖 也不想多走路 第二就是实体店消费越来越高 你看看现在那些餐饮店 好好吃一栋几百块 甚至上千块就没了 再看看那些服装店 随便买几件衣服 好几百上千块就没了 大家都知道这几点钱不好赚 很多普通人有点钱 他也不敢乱花了 久而久之 导致这些实体店的生意越做越差 有些人还抱怨 现在这都是网络时代 害得实体店成这样子的 其实我觉得是时代在发展 也不能全怪网络时代 只能说传统生意已经变了 我们人的思维也该变一变 实体店想撞墙很难了 但是还不至于 现在没墙养家糊口 我觉得改变一下思维 跟着这个时代去走下去的话 还是有希望的 要么薄力多小 要么不断创新 如果你只望长期死守店铺 不去改变现状 是僵持不久的 这个时代已经不通了 大家好 我心态又炸了 因为今天已经28了 拉月28了 现在就是要账无果 到现在开始 我一分钱都没看见呢 然后 钱的问题嘛 刚刚也说了 说最多只能给一半 这已经就是拖了好几年了 我不知道你们的工程款 要的怎么样了 天呐 简直是让我心碎 真的 我每次就是每年要账都是这样 就本来答应的好好的 给你结清 给你结清 或怎么怎么样的 咱也不是说三天两天了 咱们都这么多年了 对吧 差不多也该给了吧 我这一年的利息都得多少呢 就拿着我的钱 然后在那你们钱生钱 把好活都给你亲戚干 然后把那些不挣钱的活都给我 完事 我给你顶着钱 顶着人 给你干着活 然后你压着我的钱 你良心哪去了 我的天呐 真的我都受不了了 到现在开始 就是 从现在 就是现在你知道吗 就是一点钱都没要回来了 真的是要了我的亲命了 你说 这让我咋活 你说让我咋活 这药账怎么这么难呢 太难了 在西安 月入四千 是什么水平呢 我来西安工作已经有三年了 今天我工资发了四千一 比上个月多了六百 因为上个月 我只休了两天假 多出来的六百 是将败补助 可能我是在同龄人中 混得比较失败的吧 但在西安这个城市 像我这样每天早出晚归的普通上班族 还是带有人在的 比方说 公司的文员 朱纳 这些普通岗位的工资 差不多就是四五千吧 如果每个月工资达到六七千以上的 那基本上都是公司小主管级别的了 销售的工资 是月入过外 但是要能扛住压力 月入四千 那西安应该算是一个中下的水平吧 我的这个公司还不管资助 所以我最大的花销就是交房租 今天高交了上个月的房租加水电 一共十六百三十六 以前在上学的时候 总感觉四千块钱工资太少了 想着毕业工作后 工资最少也得十六七千的这种收入 但是现在呢 一个月拿着底薪三千五的这种工资 天天怀疑人生 只能说 那个时候真的是不懂柴米油盐的这种贵吧 所以现在慢慢懂得了 月薪四千的人其实还挺不容易的 要是在老家能找到月薪四五千的工作就好了 也不用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外地 哎 这就是打工人的心酸吧 我现在的生活就是有一百块 那我就过一百块钱的日子 好好生活 好好爱自己 努力赚钱 趁现在还年轻 所以再熬一熬 能攒够钱了 我就回家仰望了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2月5日 成立于1952年的经典老店上海600向外界 发布了一则令人关注的公告 宣告将停止营业 这一消息让人们对于上海 中国大陆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的经济前景感到担忧 根据公告内容 从即日期到2024年2月18日 上海600将举行一场大规模的感恩促销活动 在2月18日营业日结束后 将正式关闭大门 是2月19日起 双场将不再对外营业 并计划启动建筑的全面拆解和重建工作 对于那些仍然持有会员积分的顾客 商家建议在停业前来店内进行兑换 网上有网民留言表示 现在600即将被拆除 太平洋百货已经关闭 港会 东方商商的辉煌也已成为过去 还有人说 600百货的员工即将被解散 老板和经理在跑路前最后一次支付了遣散费 以及既太平洋百货去年结束营业后 上海的又一家历史悠久的百货商场宣布关闭 还有人感叹 疫情之后明显感觉到 许多店铺都不再开门 徐家会不再辉煌 我永远也用不了第一次走进徐家会的场景 那一刻我的童年失去了一部分回忆 大陆一家新闻机构在2月5日的报道中提到 这去年7月上海太平洋百货徐汇店宣布关闭后 徐家会购物区的另一家标志性商场也即将退出历史舞台 报道描述 当记者抵达位于徐家会购物区核心位置的上海600百货时 已经可以看到商场内外挂出了感恩回馈清仓大促销等宣传标语兰额 可能由于是工作日以及气温接近零度的缘故 商场内的顾客并不多 仅在一楼的珠宝柜台和三楼的女装区域有较多女性顾客在挑选商品 徐家会购物区的其他商场 如太平洋百货、东方商萨和惠莲商萨 也已经关闭或正在进行重新装修 上海600的前世金生时于1952年 当时作为中国百货公司上海分支的第六门市部落脚于华山路 两年后搬迁至横山路941号 此地点一直使用至今 在20世纪60年代 该店成为徐汇区最大的国营百货商店 消息指出 早在2021年 就已经有关于上海600将被拆除的讨论 上海徐家会商城股份有限公司随后宣布 计划以7亿元的预算对上海600进行城市更新项目 一再拆除现有结构 并重建为一个满足新时代消费者需求的高端购物中心 然而受到外资撤退的影响 上海的经济并未如预期般复苏 反而持续走低 到了2023年10月 金融时报报道了由于清零政策 新通过的反间谍法以及对美斯明治集团在华员工的拘留等因素 中国 尤其是上海 对外资的吸引力显著下降 上海美国商会近期的调查显示 在325家受访企业中 仅有52%对未来五年在中国的业务展望之乐观态度 这是自1999年调查以来的最低点 此外 尽管2023年本应是投资者信心恢复之时 但实际上 商业氛围却进一步的化 许多中外企业正在重新评估在中国的市场前景 2023年7月22日 一位名为坑枪言堂的网友发表文章 表达了对上海现状的失望 文章中特别提到南京路不行街 这里曾是上海最繁华的地段之一 现在却因为所谓的升级改造显得冷清异常 只有少数几层在营业 吸引不了多少顾客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们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